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来看它做的业务 企业资源规划 整体的趋势 在内地的需求 数码主研发展一直都维持着 还有看运营业务 做SAS业务方面 预期在未来三年依然会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在6月也推出了一些新的产品 就是金蝶云星空旗艦版 专门针对着一些中型的企业 在整体的需求 其实有支持 另外有一些新的产品推出来之下 相信它的业务 也希望有一个平稳 但一个隐忧就是 内地的放宽不似预期 因为现在看它在第二季尾 应该就开始慢慢恢复了 但如果它放宽的程度 没有那么快 可能它需要做很多SAS visit 去找客户 去别人的办公室 可能要延迟它的产品的销售 等等 其实也不出奇 但不单止是个别影响的 整体 无论大的科技股 小的科技股 或者全部行业 其实都是一样的 但其中一个不能够发示的因素 如果短期来说 看它的走势和基本业务来说 我觉得金碟依然是值得去留意的其中一只股 再加上如果整体大致的配合的话 我相信它可以有机会上升到一个再高一点的位置 如果再升的话 其实你看到22至23元的水平 第一个位置 先看这个位置 先看它由年初开始比较急跌的水平 其实就是这个位置 22至23元的水平 第一个初步 其实你挨近20元左右 你看它能否破得到 如果破得到的话 我相信你去年初的 即是去到22至23元 其实都应该去得到 是的 这就看了 不是 一些